中華館全現隔也駱邊開樓 近年車進行為比較尖見 到現在一年過去了 看起來樓面都已經完成 但是樓要是更風了還不開放 中華館以完有水村就讓中華館政府趕緊通車 讓民眾的地方不用再洗樓 當地民眾沒辦法理解為什麼樓都已經破損完成 卻一直不要開放通行 更加上現鋼路準備進行經濟工程 可是這條樓還不開放通行 空洋當地交通總會非常不方便 中華館以完有水村標示 這條樓的開通已經成了幾六次 以不斷接著民眾的地方要求開放 希望廣府可以聽到民眾的心聲 這條主要是全新公共區的連外道路 因為時間已經離外了 預計是七月份 今年七月份就要通車 到這個時候都要不通車 做成全新公共的行鋼路 中心都一直打開車 甚至有時候要過一個市場上 都一、二、十分、二、三、十分鐘 做成交通的打開車 我們在這裡要求 我們管政府相關單位 趕快來通車 因為十月催了開始 我們全新公共這個行鋼路 要再來做這個道路 這個修繕工程 所以整行鋼路 這條樓要封起來 這樣你叫所有的民眾 所有的處理想要怎麼出立 中華管監府港部修訂林漢斌標示 道路本身開始已經完工 但是部分必須跟港雅区配合的交通 合集到白醉點點 設施改善工程也要完成 因此無法通車 港部修中趕快完成 配套設施也感謝 新中華新聞李明洪何必 彩虹報道